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2年12月7日,星期三 这个视频又是一个新闻联播,有那么十条新闻,我跟大家呢报告一下 首先呢,第一条新闻是关于5号和6号这两天呀 俄罗斯的本土遭到了攻击 这个问题呢,非常严重,为什么说非常严重呢 因为,第一,在武汉的这一天呀,遭到攻击的那两个机场,是俄罗斯的军事机场 而这两个机场呢,都是它的战略轰炸机停载的机场 而且这两个机场遭受这个攻击呀,是同时遭受的 也就是说呢,这两个事情的发生是由同一拨人来进行操作的 而且呢,协调的还非常好 那么这个目标呢,非常重要,它是战略轰炸机停的地方 还有呢,就是这两个机场啊,离莫斯科都比较近了呀 其中有一个机场离莫斯科也就100多公里啊 反而离那个俄乌边境呢,要有700多公里啊 也就是说呢,乌克兰他派出这无人机器,长驱直入 飞了700多公里啊,成功的炸了他的机场 你说这问题严重不严重 这问题是很严重的呀 而且呢,第二天6号的时候 俄罗斯的另外一个内陆州,叫库尔斯克州 这个州长表示说呢,这个机场的一个储油设施 又被无人机袭击着火,但是没有人员伤亡 那么这事发生以后呢,就全世界呢,哗然 大家都在问说,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为什么说可以这么长驱直入这么远到他的目标 有的人说呢,可能就是这些人啊 他事先就渗透到了俄罗斯 就在机场的附近放出来的无人机 可能呢? 这个无人机呢,据说是一个苏制的呀 就是这款无人机在苏联解体之前就有 当苏联解体之后分家的时候呢 这个无人机是分给了这个乌克兰 那么我理解这个无人机呢 他的体量可能就不会太小,肯定不能搁到包里呀 不容易在俄罗斯的境内运来运去 是不是? 所以呢,这个袭击说是从俄罗斯的境内来发起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 那么现在就来到了 说是从乌克兰发出来的这个无人机 长驱直入700多公里呀 而俄罗斯呢,丝毫没有查局啊 你说这个俄罗斯是不是问题很严重呢? 现在呢,乌克兰方面就是说呢 他们在研制这些长城的自杀式的无人机 说这还不是他们最远的呢 他们最远的可以有1000公里说是 也就是说呢,你以后连莫斯科都很危险啊 他如果有1000公里的话 他可以从他的边境,他放飞之后呢 长驱直入1000公里就到你莫斯科去轰炸 他这个伤害性有多大 咱们暂且不说 就这个侮辱性是不是极强呢? 俄罗斯的能力如何呀? 对不对? 那么俄罗斯啊,在这场俄乌冲突当中 他总体上他是占上风的 但是呢,在这当中呢 也不断的暴露出来俄罗斯有好多问题 当然也暴露出来乌克兰那边有好多问题 也就是说呢,俄乌冲突啊 是中国的一个教科书 中国应该从这一场俄乌冲突当中 应该吸取经验教训 不要只是看热闹 咱们这种观众当然只是看热闹 就是中国的军队呀 可千万不能只是看热闹 一定要从他们这里面吸取经验教训 俄罗斯没有做到的 中国会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是不是? 如果不是错误的话 俄罗斯的漏洞 中国是不是也存在 这些东西呢,都得引起警惕啊 这种机会也是很难得的呀 免费的给你上一课 如果要是全靠你自己来付出代价的话 那这个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我以前的时候呢 我曾经说过哈 就是好多的年轻人哈 他们很反感父母对他们的那种教育 有的年轻人就是说 哎,父母呢 就想他们没有实现的梦想 在孩子身上实现 这有什么错吗? 对吧 父母往往是对这个儿女啊 揪着耳朵来进行教育 往往就是不愿意让这孩子 重复自己所犯过的错误 父母犯过的错误 他已经认识到了 最好是你这孩子还没犯的时候 你通过你父母 你就认识到这个错误 如果你还要再去犯一遍 你才认识到 你说这成本是不是太高了呢 对吧 所以你看别人的时候呢 你不要光看别人 我就经常呢 哪怕我看个电视剧啊 有的时候我看着电视剧里面的人 如果他犯的错误的话呢 哎,我就想一想 我是不是也有这毛病 你知道吗 你看个电视剧呢 你可以是娱乐性的瞎看 但是呢 你也可以跟着人家电视剧里面 人家做的好的 像人学习 人做的不好呢 你吸取教训 不是让你自己也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吗 是不是 这个国家也是一样 中国的军队 一定一定那些专家们不能瞎看 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一堂课 还有呢 就是活生生的一堂课呢 代价非常之大的 就是之前俄罗斯的内艘军舰 内艘军舰一开始的时候觉得 特约牛 特别牛叉的一个俄罗斯的军舰 结果呢 放到黑海 没几天就让乌克兰给打沉了 那些教训都应该吸取啊 现在这导弹越来越厉害啊 我认为那些个军舰呀 如果你这防御系统要不行的话呢 你无异于你是一个活靶子 你在海上的目标多大呀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中国也不要光是傻乎乎的 跟煮饺子似的做那么多的军舰 最重要最重要的 别人要打你的时候 你要知道别人能打到你 一定不能有死角啊 啊 据说俄罗斯的军舰那会儿 他就有死角 那个角度他防不到 好 这是第一条新闻 然后我们再说这个第二条新闻 第二条新闻呢 就是这个西方国家 对俄罗斯的石油限价这件事情呢 在5号已经正式的实施了 那么实施以后呢 现在全世界都在观察 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现在看来呢 好像对世界上的这个石油价格呢 期货呀 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一个影响 或者是冲击 但是呢 我看到就是土耳其的 它的那个海峡入口的那个地方呢 现在说是击压了大量的船只 等待过它的那个土耳其的海峡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就是现在土耳其要对那些船只呢 要检查他们的保险 这些货轮呢 这些海上的货运呢 都要买保险的 他买的保险是各种各样的 为什么说土耳其在那检查呢 因为他要过他这个保险的话呢 第一 如果你漏油 把他的那个海峡的那块 给他污染了呢 他找谁去赔去啊 那有爆炸物 如果发生了爆炸 有一些毁损的话 那找谁去赔去啊 反正还有一些 我们所想不到的一些个事情吧 所以呢 是需要买保险的 像上一次佩洛西老太太 非得到台湾去访问 结果中国呢 就搞那个封锁式的军事演习 当时的台海局势呢 就非常紧张了 那么台湾呢 它作为一个岛 它很多东西都是靠海运 来运进来或者运出去的 那保险公司就觉得说 哇 我给你保险 现在已经是高风险地区 所以呢 那些保险全都坐地起价 那么现在呢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石油 进行了限价 据说是呢 这个价格一变的保险公司 他们的保费就不一样了 就是以前的保险呢 就作废了 要重新搞一个新的保险 因为呢 这些保险公司多数都是 他们西方国家 美国呀 欧洲啊 他们的保险公司 他们必须得遵循 美国对俄罗斯的限价 所以现在看到的呢 就是这个影响 那么俄罗斯说了 你给我限价 我就不卖给你了 那么现在俄罗斯又说呢 我就是豁出去 我减产 然后我也不卖给你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就是说 现在呢 他们这个西方啊 仍然在买俄罗斯的这个石油 他们是离不开它是石油的 那么如果当真啊 G7国家 他们出台了这个限价 那他G7国家 再加澳大利亚 他们也得遵守啊 那他要遵守的话 俄罗斯就不卖 俄罗斯不卖 俄罗斯就说 我减产我也不卖 那么市场上的石油 它就会短缺 所以未来的这一段时间呢 石油必然会涨价 石油现在的价格呢 前一段时间涨到了一百多 对吧 后来呢 那段时间又降下来了 现在又降下降到一百以下 估计呢 再过一段时间呢 这个价格还会再涨上去 那如果这价格再涨上去呢 俄罗斯又出现那种情况 啊 我少卖油 但是呢 我不少挣钱 那么作为欧洲来说 那些G7国家啊 已经是签了这个 俄罗斯就不卖了 那能源危机进一步的加重 那么就显示出来 那你搞的这一个限价呢 等于说对俄罗斯没什么打击 对他们自己呢 又打击了 又搬起石头来砸了自己的脚 现在就有人预测就是说呀 说这个西方呢 绝对不能接受这个现实的 他们还要推出进一步的对俄罗斯的制裁 那如果推出进一步对俄罗斯制裁呢 也有可能采取一些 也有可能采取一些爆炸性的啊 失去理智的一些制裁的措施 因为他们用的招 我可能都用的差不多了 今天呢 我还看到有网友呢 给我发了一个截图啊 这个截图呢 就是一个红色的背景里面的一段文字 说是毛主席在1971年7月1日 就是建党50周年上面的一个讲话 他这个讲话呢 就是说呀 说中国共产党呢 到今天已经50周年了啊 再过50周年 中国建党百年的时候呢 中国到那时候呢 肯定是强大了 强大到什么程度呢 美国他不敢对中国动一个手指头 就一发炮弹 他也不敢对中国打 那美国他亡我之心不死 他怎么办呢 哎 他有可能会采用这个细菌战 毛主席说呢 但是细菌战这个东西啊 就太不要脸了 做这种事情呢 太不道德了 可是呢 毛主席就说 美国是那讲道德的国家吗 他也有可能做这样的事啊 如果美国连这样的事都做了的话 那美国离灭亡可就不远了 这是呢 今天早上有人给我发的 说是毛主席啊 在1971年党的50岁生日的时候的一段讲话 如果这真的是毛主席在那时候的一段讲话 毛主席真的是太有前瞻性了 太有前瞻性了 为什么提到这个就是说呀 美国他有可能会做出来我们意想不到的那种毁灭性的 不管不顾的一些办法 然后这个专家预言呢 到那时候有可能全世界都有可能被他给毁了 毁灭性的 是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 然后这个专家还说啊 说俄罗斯他可以怎么反制 俄罗斯说了他们会反制 他怎么反制呢 说欧洲啊 现在有一个命门呢 也还在俄罗斯的手里面捏着 那是什么呢 说欧洲很多地方 他们是需要柴油的 他们很多的车需要柴油 他们很多的其他方面的发动机都需要柴油 而这个柴油呢是严重依赖于俄罗斯 而又没有什么其他的替代 所以俄罗斯如果反过来制裁欧洲柴油的话呢 欧洲又完蛋 好这是第二条新闻 第三条新闻呢 就是关于乌克兰呀 这个无人机来攻击莫斯科周边的那个军事目标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出了以后呢 乌克兰政府泽连斯基他们是不承认的 他不承认说这件事情呢 是他们发出来的命令 但是美国啊 科比啊他就说了 他们就说呢 对这件事情不予置评 但是呢 布林肯还有他们的国防部长 那黑大戈尔 他们就说 他们说呢 他们不会帮助乌克兰研发这种远程的攻击手段 但是呢 乌克兰他自己研发不研发 由乌克兰自己来决定 同时呢 还有一个消息出来 是美国的媒体报道的 华尔街日报啊 还是什么 他报道的 说最近啊 美国给乌克兰提供的海马斯的那个火箭炮系统啊 说美国不仅仅给他们提供的那个炮弹呢 是只限于80公里啊 同时呢 他们还把那个发射系统给他调了 让他打不了超过80公里的炮弹 这就说明美国呢 其实他是不希望这个局势升级 这是其一 其二呢 他也不希望惹火上身 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毛主席在71年的时候说 当你强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 美国他是不敢动你一个手指头的 好 下一条新闻呢 就是关于俄罗斯前一段时间 从越南里面 新征召了30万的这个士兵 那么现在这一部分人是什么情况呢 说有15万已经派到了乌克兰 其中7.7万上了前线 其他的就是那种本土防御的任务 因为已经有四个州都归了俄罗斯的马 就保卫这四个州已经解放了地区 第五个新闻呢 我有点想不明白这件事怎么回事啊 这件事呢 是德国总检察院发布了一个消息 说12月7日25人 因涉嫌参与和支持 在德国暴力夺取政权的阴谋而被捕 另有27人的房屋和寓所被搜查 这挺让我难以置信的啊 我觉得德国还有这种事呢 有人组织这个暴力夺取政权 也就是政变了对吧 那么德国最近就老有那种抗议 抗议的过程当中呢 还有一些不理智的 一些暴力的行为 那些行为和他这个政变有关系吗 真是奇怪 你们不是选举吗 暴力夺取政权更容易啊 还是选举更容易啊 为什么要暴力夺取政权呢 能行吗 这25个人 另外还有27个人也被搜查了 你就是加起来50多个人 你能行吗 除非你是控制军队对吧 下一条新闻呢 是关于习近平现在对沙特的访问的 那么他在沙特访问呢 我看到西方有一些国家呢 有些人可能是猜测 也许是来自于沙特的一些官员 给他们透露的信息吧 反正西方的媒体呢 就特别的薛尖的脑袋 去探听一些内部的消息 然后第一时间爆出来呢 然后就会博得点击量对吧 第一个呢就是说啊 说习近平这次到沙特去呢 会签订20多个协议 价值是300多亿美元 第二个呢是说沙特呢 将会和中国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合作 那中国也会在中东和其他的阿拉伯国家 有很多很多的合作 那么沙特呢说呢 会在沙特为中国建立一个企业区域中心 其实这个对他很有利啊 他就建立这么一个中心 就是中国在中东所有的阿拉伯国家的所有的这些企业 它是一个中心 要建立这样的一个中心 还有一个呢就是已经是讨论很长时间了 而且呢我认为这一定会是一个事实的 就是呢沙特这次和中国之间签的协议当中 应该会有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呢 是人民币结算的这件事情 以前美国呢就是 谁如果这个石油呢 不用美元结算了 他就打谁 那么伊朗呢已经和中国签订了 用人民币结算了 对吧 那么沙特如果这一次和中国签订 用人民币结算的话 美国我们要拭目以待 看看他们做如何的反应 下一条新闻呢 是关于有一点花边啊 就是关于这个娱乐圈的 哎怎么娱乐圈就不能说呢 娱乐圈也可以说呀 对吧 第一个呢就是关于大S 他为什么管这个汪小飞叫爱心觉罗汪 我第一次看到人为什么管他叫爱心觉罗汪啊 原因呢就是张岚之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透露啊 说汪小飞他们家 不是张岚啊 不是汪小飞他妈这边 是汪小飞的那边 说他们啊是在齐的 什么郑黄齐啊 是什么齐的啊 就是爱心觉罗了 他们的原性呢 应该是爱心觉罗的 估计他们平常经常也说这事啊 汪小飞有可能是挺引以为傲的啊 起码张岚应该是挺引以为傲的 因为张岚就在节目里面说的嘛 那么这大S呢 在这个时候就抛出来管人家叫爱心觉罗汪 这个意思呢就是有讽刺的味道了 我觉得大S管汪小飞叫爱心觉罗汪啊 透露了两个信息 第一个呢就是大S挺无知的啊 爱心觉罗它是个姓啊 对不对 它是个姓 那你要汪小飞姓爱心觉罗的话 是不是汪小飞这个应该叫爱心觉罗小飞啊 而不是爱心觉罗汪对吧 因为汪是他现代的姓嘛 第一个大S 没有文化能到这个程度吗 第二个呢就是这大S就让人家看不起了 对吧 你说你再看不起这汪小飞 你说你爱心觉罗对吧 你说汪小飞他们祖上呢 就是爱心觉罗 这也是一个血统 这根本就改变不了的 我不可以引以为傲吗 我也可以引以为傲吗 引以为傲有什么不对对吧 没什么不对 再说了 那你生的那孩子不跟着汪小飞姓啊 汪小飞如果他原来就是姓爱心觉罗的 你们家的孩子是不是他祖像也就是姓爱心觉罗的呀 你说你现在对这个极尽的讽刺 将来你的孩子在说到这件事的时候 他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和姿态呢 对不对 难道说你让你的孩子以你的祖上为耻辱吗 还是怎么样 是不是 你的孩子身体里面毕竟是流着一半望小飞的血呀 大S真的是越来越觉得非常的浅薄 那么第二方面呢 就还是关于他们家的 那汪小飞之前的时候不是说吗 说你小S啊 你老来逼逼我 你能不能不逼逼我 你好好管管你老公吧 据我所知 你老公在上海都有好几个小三 他还把那小三还领到台北去呢 他说我在台北的时候都遇到过 那么今天就出来了 有人就巴出来了 说是呢 有一个女孩叫什么名字 这我就不说了啊 那女孩她之前的时候呢 就在网上晒出来她的生活 她的生活是非常的奢华的呀 都是一些高档的东西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小男孩 说那小男孩是2019年生的 现在呢 应该有三岁了 那么这两天呢 就被人挖出来说 他呀 就是小S 他老公徐亚军的小三 在上海的 但是呢 他那孩子呀 是在洛杉矶生的 应该是一个具有美国国籍的那个孩子 因为美国的法律就是 在美国生的就是美国人 那么这事被人扒出来之后呢 结果人们就发现呀 那个女孩赶紧就把她那些账号全都删了 全都删了 后来人们呢 又在什么小红书上面又给她扒出来了 她以另外的一个名字 在那上面注册的一个账号 把那个扒出来了 扒出来以后呢 她又赶紧又把那个又删了 俗话说呢 欲盖弥彰 你要是没事的话 你怎么会把它删了呢 对吧 再就是呢 小S 以小S的性格 如果是这事吵起来以后 小S的性格 他会爆的 如果没有这事的话呢 他就会说 你们这些人就是撒谎 或者说像之前是 他经常还以他和老公出来 秀一下恩爱来批谣 但是现在都没有 所以人们现在就怀疑呢 这小S现在呢 自作自受了 现在他自己家里面起火了 但是呢 话又说回来了啊 如果按照那种假设啊 就是大S啊 小S啊 他们都是信那个 什么飞碟教的 他们是不在乎这婚姻 婚姻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一个掩护 小S也许呢 对这其实也不在乎 但是他也会在乎 他老公的关系啊 你看这大S 他找汪小飞 并不是说他在乎汪小飞 他就是想找一个 长期饭票 是不是 找一个冤大头 找一个金矿 我好衣食无忧 保障我的生活 小S也没准 也是这样的 那他也得顾忌 和那个徐亚军的关系 那么说到这儿呢 就还有另外的一个人 这段时间呢 就是这个大S呢 被怀疑 加入了那个邪教啊 然后就想到 那个王力宏之前的时候 也何以帮着男的女女的 他们在一起啊 王力宏也不大在乎 他这个老婆 根据他这个老婆的说法 对吧 这是为什么呢 也蛮像那个邪教的特征的哈 今天这个王力宏啊 他发了一个16秒的音频 宣告付出哎 说是要搞一场演唱会 说这场演唱会呢 就算是来一个听众 他说我也会唱的 我看到有人留言啊 现在王力宏好像 就是你一旦退出以后啊 很多的粉丝就凉了 我看到有人留言说 王力宏都46岁了 不必要出来了吧 好这是这个 有点花边的新闻啊 然后呢 说下一个 下一个呢 也和家庭伦理啊 有关系的 就是这个印尼 印尼呢 最近他出台了一个法律 禁止婚外性行为 说如果有婚外性行为的话 会判刑一年 这条法律 适应于印尼人 也适应于到印尼的外国人 哇 这条新闻 我觉得好像 对中国人都会有挺大影响吧 印尼对于中国人来说 也是一个旅游的这个目的地啊 对吧 有好多人到印尼去旅游啊 那么有没有一些人 带着小三到印尼去旅游的呀 如果那些带着小三到印尼去旅游的啊 被印尼知道的话 要判刑的 一人在里面蹲一年吧 那些发现自己的配偶 有第三者的那种呢 他一到印尼去度假 你就向印尼的警方举报 然后印尼的警方就会把他俩给抓起来 判刑一年 这是出气不小吧 下条新闻呢 咱们来说一下这个菲律宾啊 菲律宾现在的这个总统叫小马斯特 对吧 这个小马斯特呢 和中国还是挺有渊源的 那么他上台以后呢 曾表示说呀 中国是菲律宾最好的朋友 对吧 可是呢 当时就有很多人非常的警觉 觉得这个小马斯特呢 他是在美国受的教育吧 就总之呢 和美国的联系挺深的 挺亲美的 中国应该小心他 那么现在看来呢 这个小马斯特还真是这样的 今天呢 有一条新闻 说这个日本的战机 二战以后首次降落菲律宾啊 为什么会降落菲律宾呢 因为日本和菲律宾啊 他们搞这个军事合作 所以呢 有日本的F15战机 就停到了菲律宾 说这是呢 一个非常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象征意义的 是一个双边合作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二战的时候 日本是占领了菲律宾的呀 把菲律宾打得够呛啊 要不是美国解放了菲律宾的话 对不对 那么日本人对菲律宾所犯下的罪恶 一点都不次于对中国呀 而且呢 说是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啊 当时在菲律宾的那个日本皇军的军官 他都不相信 他不相信或者不承认 日本已经失败了 已经投降了 说他就在菲律宾打游击 一直打到1974年来 是美国把菲律宾给解放出来了 说你菲律宾亲美啊 其实还说的过去啊 但是呢 现在菲律宾他和日本也亲近起来了 菲律宾呢 宣布说啊 日本是我们的盟友 真是奇怪 那日本对你们都打成那样 像当年啊 杀你们的祖宗 揭引你们的奶奶辈儿们 现在你们认贼作父 那么现在菲律宾呢 又和美国在进行这个谈判 一些军事机械 再一次的对美国进行开放 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啊 跟这些国家相处啊 真的是挺难的 因为他完全对立的两方 可以轮流执政 你方上罢 我方登场 登场以后可以对前一任的政府 完全否定 前任政府杜特尔特跟中国挺好的 但是现在呢 小马斯特上台以后 就大搞和美国和日本走进 美国和日本的用心呢 是显而易见的呀 就像在南海挑事啊 日本的野心是越来越明显了 日本的军国主义他又复活了 本来二战以后呢 美国是压制这个日本 美国在日本驻军 你不可以有你的军队 可是呢 现在日本就在复活呀 美国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为了对付中国 现在像菲律宾这样的 被日本侵略过 蹂躏过的 竟然能认贼作父 这个后果非常的不堪设想 非常危险 好 最后一条新闻呢 是关于这个马斯克的 这是关于美国的马斯克 就是特斯拉老板马斯克 全世界首富马斯克 我前两天我就说哈 我说马斯克呢 他现在就很害怕的说呢 有人杀他 我还说呢 马斯克他得罪人太多了 是谁要杀他 谁都有可能杀他 现在呢 不是的 不是的 现在有可能是 拜登政府要杀他 或者是拜登要杀他 拜登政府要杀他 为什么 他怎么和拜登结下仇呢 是因为前两天的时候 马斯克他就公布了一些 推特之前的文件 在美国上一次大选的时候 不是拜登的儿子 亨特的电脑出现了那个丑闻吗 那么当时呢 在推特里面就有好多的账号 在转发亨特的电脑的这些事情嘛 那么那个时候呢 推特的管理人员 推特的这些决策者们 他们就开会 他们开会决定 把所有的关于亨特的那些帖子呢 都删掉 关于亨特的那些账号呢 都关掉 现在马斯克呢 就把这个公布出来了 那他把这个公布出来的以后呢 那他就很危险了 马斯克前两天 12月3号的时候 他就发推特 他说我现在呢 很危险 我会受到别人的暗杀 我会被枪杀 我不会去坐敞篷车 我也不会参加什么汽车展览 什么的那些 因为呢 有人会杀我 那么昨天的时候呢 白宫的这个发言人啊 就发话了 台湾的媒体呢 今天有一个报道啊 台湾的媒体报道说 马斯克曝光推特 曾为现任美国总统拜登的儿子 删文的内幕仪式 仍在继续发酵 综合美国纽约邮报 彭博社 今日俄罗斯等媒体的报道 白宫新闻秘书 就那个黑人那个女的 当地时间5日 公开回应此事 他斥责马斯克披露此举 是不健康的 并称推特正面临非常真实 且非常严重的问题 说马斯克呢 还发表文章说呀 他说呢 我声明 我绝没有自杀的倾向 我从来都没有自杀过 我也不可能自杀 如果说我死了的话 请你们大家注意 我绝对不是自杀的 我被别人杀了 我有这么危险啊 还有人列出来呢 在历史上有一些个首富 莫名其妙死掉的一些事情 那些呢 我就不来列举了 就我们也看到的 就是中国那科学家张首胜 跳楼自杀 说是自杀了 说他忧郁症的那个 那个我也不相信 如果单独发生的事情呢 我有可能相信 但是和孟晚舟被捕 和荷兰光客机仓库着火 在同一天发生 我就有点不相信了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哦 感谢观看